中共央企中國電訊8月20日正式在上海交易所掛牌上市 開盤就差點跌破發行價 不過隨後一度拉升 經過週末休市之後 中國電訊股價在8月21日和22日兩度跌停 市值較上市當日收盤價蒸發超過1059億元人民幣 據新郎財經8月24日報導 中國電訊A股8月23日開盤即跌停 截至收盤股價報每股5.5元跌停版封單高達103萬手 約出途資金規模超55億元 8月24日早盤延續跌停走勢 截至發稿報每股4.95元 賣一封單超88萬手總市值4521億元 約8月25日繼續跌停 中國電訊跌停價將低於4.53元的發行價 據東方財富網報導 中國電訊首日上市 股價就曾坐過山車 開盤不久就開始下跌 最低跌至每股4.58元 差點跌破發行價 但是在上51點多 它的股價突然拉升 漲幅高達16.34% 一度漲停半小時 交易恢復後 股價繼續上行 直至當日收盤 中國電訊股價報每股6.11元 漲幅34.88元 總市值為5580億元 8月24日一早 中國電訊港股已開始止跌回升 收盤報每股2.8港元 較8月3日上漲約2.2% 中國股市以國家隊操控 同收割韭菜著稱 外界懷疑 中國電訊股價報漲暴跌背後 是否有政府資金參與 但是中國電訊8月24日回應 堅稱股價是由市場決定 想使公司不能夠左右公司股價 並要投資者理性看待市場走勢等 中國電訊還說 一方面有綠孩機制 如果股價跌破發行價 公司就會採取行動 另一方面 公司也有一系列穩定A股股價的預案舉措 與大股東增持股價回購預案等